刀源源是很多人心中的完美女神,刀源源一直以清纯形象世人,也许她的美不是清活清成,但她有着独特的气质,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,笑起来整个世界都被融化了。 这大概就是笑叶竹花的样子吧,刀源源虽然不是科班出身,但演技却比科班出身的小花还要好,拍过不少经典影视作品,有青红南京,南京,一天屠龙记搜索,咱们结婚吧等。 而在011年,刀源源和赵德廷一拍摄《搜索结缘》,两人相恋两年后结婚,从此女神嫁人了,这让多少人伤心欲绝啊。 刀源源依然嫁给了赵又婷,两人过着和谐美满的日子。 不过应该还有人记得他和音乐才子张亚东也有过一段情缘,张亚东是音乐制作人,还被誉为王妃专题的御用制作人,可见他是一个才子,而才子多情。 据说,他对高亚园一尽忠情,那时张亚东以为人夫,但还是对高亚园展开了猛烈的追求,后来高亚园也被他打动了,但也被戴上了小三的帽子,而张亚东和妻子都已离婚了。 2005年,高亚园在采访中,承认和张亚东的关系,还自暴两人已经恋爱5年了,并称想和对方结婚生死。 然而短短两个月后,张亚东与徐静雷好上了,也意味着张亚东和高亚园的恋情走到了终点。 2006年初,高亚园在出席活动时,暗示自己恢复单身。 末乱与张亚东一分手,张亚东和徐静雷也好景不长,还是没能走到终点。 如今张亚东与女友取引约爱12个年头了,但始终没有结婚。 现在已经49岁的张亚东,最终抵不过岁月的洗礼,比从前沧桑了许多。 对于高云园和张亚东这种感情,高云园也曾感叹,如果当年两人没分手,或许如今早已当妈妈了。 而如今高云园和赵又婷,虽然结婚多年依旧很恩爱,但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孩子。 希望高云园能赶紧生个宝宝。 中文字幕组组 中文字幕组